趁這個4倍,想伸人牌子伸人牌子 虎良存了很久的,也可以把虎良清空了 放好這一把 不過這是網空的,速度有點高 50,不要緊 我只能說都到這份上了,我不會讓大火失望 看一下他學Q,他一級是W對吧 只要他用Q了,OK,沒一技能,沒一技能,伏筆就來了 看看我的香味 假裝不打,現在殺心不能太重 Q死小兵,這個位一個W掛傷 OK,繼續假裝當傻子 血被動 A殺W,走位接二段 一個平A,往後退,假裝不殺他,等他去防禦他 Q閃,一個W,收尾升級不死 我直接秒殺月塔 大失局這麼容易的嗎 冰呆了哥們 WOW 無處可疼 呵呵呵 老六 我倆的EB男人大戰,你在幹嘛 你來幹嘛 兄弟,幹他 相位觸發 魅惑之後,雙手離開箭牌 會追著他跑 這就是,難倒打狐狸 為什麼要帶相位 學會了嗎 沒辦法 殺人就是這麼的輕鬆 兄弟們 除了防禦他 沒有閃現 相位猛充 魅惑了之後 會追著他 兄弟們 因為他魅惑了我 他勾引了我 對吧 如果溫著味就過去了 他跑不掉 兄弟們 他沒閃 我空現了 這時候 第二次單殺 對不對 他沒閃 我空現 這麼一套流程 兩分鐘 他死了三次 兄弟們 你看看 這招叫什麼 這招叫什麼 兄弟們 哦 我到了 這招叫 空現 我直接空現 他應該忍不了 我只能說我空現 他忍不了 他絕對要過來打斷我 兄弟乾了 來來來 過河道 他一定死了 兄弟們 這已經是一堆屍體了 大不了 這已經是一堆屍體了 OK 哎 無敵沒有D先 來 我安排應該穩的 可惜 可惜 這一把刀 是我的最愛 也可能是對面狂幹的話呢 沒得辦了 問題出在哪裡 想不懂 被反蹲了 有可能是被反蹲了 因為反蹲的問題嘛 沒辦法 沒辦法 都大 鑽石嗎 你藏分這麼低 OK 原來你真的是鑽石 這大五開龍超粉 他現在沒大 他沒大沒閃 騙他 你不要跟我鬧著玩啊 那不用下去了 W出發相位 來沒禍我 對我跟著你 尾水你 兄弟 再一個大招一個平 學會了嗎 兄弟們 難道啊狐狸就這麼打 出發相位 接他的E 我就接你E 怎麼了 就接他的E 兄弟們 要麼他接完E 對吧 我還追著他 他交閃跑出我的範圍 要麼交大 不交大 死 不交大 不死 非死即殘 我們三殺了他三次 你看看 有多麼的輕鬆 且又隨意 而且這是一個鑽石局 我不敢想 韓晓鋒身間 單殺這麼的隨意 我真的不敢想 謝謝小五陽 開通的超盆 不是 不是 那些說怎麼主播猥瑣的 你再看吧 哥 什麼 我是利用我的符文技巧 大哥 你真當我尾水泰 禁了 評論區有哥們代入了 壞了壞了 你这么说我要 一某了 单杀三次了好吧 继续 哈喽 同样刚才的方式 QAW QAW雕闪你看一个小符文20秒的一CD兄弟们20秒CD骗他一个大 要么大招100秒要么闪现300秒 你选一个 同样的方式 想怎么跑 感谢大招一个平面 我也要达要的预见了吧还真是 再说主播预了 大伙有虎粮可以送一下免费的虎粮啊 把这我们中奖的吸引观众想要同款福利的想要抽号的兄弟们扣波6好吧我看多的话我再开一个 不然就不用了因为我们这个号其实好像挺多个了如果我打到下波 我 我 我 哎兄弟我赞 两个信号极 疯狂的脸 哈喽 哇 这就是幽梦难道 有人头就有我 有人头就有我 哪里有人头 我 我将 看马将鞭 给对面狐狸借网瘾 他是个老狐狸 应该是 拓败刀妹好混 叨叨入咒 啊 小兵给你打死了 有这么抽象吗 这边隔温呢 就打回去了 这狐狸还是智狐,这狐狸是什么 大幕观察的这么仔细吗 啊风计委员,风计委员是什么,就是类似于 班干部 什么 我还有植物啊 啊 先换一个 牛哥上去一打二 WQR 一个 A上 第2个 帅的 哎呀兄弟塔下兵没事 一个辅助吃不了肚成的 你当着他吃 你当着他吃 不够了 QA 哎你 电话E呀 干嘛呢 我看他的被动是满的呀刚才 强化E 不是可以免控吗 走啊 走啊 发生什么事了 你在干嘛 压力好大 差点啊 来牛哥他没闪了 假装回家 好等牛哥来,OK兄弟快滑 他要吃牛肉兄弟 好嘞,顶走就行了,别贪了 你再装我就不了你了 好 按完了 他W不使得用,他想反伤 他没事了 Suprise QW 点燃加速,一个平A 双丑离开键盘 哼 相位猛冲 这就是相位 哈哈哈 不慌的,不慌的 听说你没打没闪 听说你没打没闪 触发,我拿出我的相位猛冲 你该如何应对 啊 给自己心态玩崩啦 不知道吧 来到我还要上电视啊 重视一下想打号的观众可以参与一下,马上开讲 好 仅需一毛钱就可以同款福利,现在就我们上电视中奖的吸引观众 这一个教学局兄弟们 你想要同款福利打号的兄弟可以参与一下上电视 狐狸都被破出的护甲鞋嘛 面子呢兄弟,你的面子现在是鞋垫子 狐狸要么出反双鞋要么出cd鞋,副甲鞋已经一点尊严都没有了 我说的是马上 WQR 提醒Q过去一个平原收下人头 注意收割时机 挂机一个你如何应对,挂机一个组合直接 4v5 我的优势不足以吗兄弟们 我只能跟你说一句话,放心这妈有谁,你随便挂,你随便玩 上电视马上开奖,而且今天是一个超粉日 有开通超粉的兄弟 开通超粉,4倍亲密度 我们平时 就是正常的亲密度,这个 相当于就买一送4,选手们 并且我们粉丝派是有福利的,10d派的进取 56级攻卫野盘 20级拥丢粉赚,24定位赛,27上大,是30级王者 33一整个赛季王者 打大我可以想要打号的兄弟 抽抽号 顺便升升牌子 都有机会 Hello W QA 一个打招加速一下,一个平原先杀 W闪拉开 Q 这么难吗 好 好 nice,我们增强 太坦有点胖子 要不走 为什么打不死他们呀 啊 完了翻盘 盘了完了翻盘了 我刚才超神了没 我这大人头 我这大人头 短短两分钟送了三四千呢 不大事 原来这是对面的技巧 假装他们是啥子 让主播放松顶替 三四千不相当于十个人头 那我们现在 多了九个人头 还烈士 你别急 三剑塔 我才两剑半啊 好肥呀 要肥呀 要肥呀 啊 啊 没事吧 先杀一个 QA一个大刀进场 注意进场时机 W挂上一个平AQA 一个平A收下人头往前走 AD版 OK 一个平A一个W挂上 再一个QA收尾 没收到 放他一马 主播还是懂得联香心愈的 把狐狸放走 再杀他超鬼了 他真的我孤死 快快来不及了 时间来不及了 没来吧 地图一片极黑 我不知道人在哪 快跑快跑快跑 还有四分钟上电视马上开奖 还有四分钟上电视马上开奖 大活想要打号的兄弟可以参与一下 下队黑铁上队大师 忠实一下想打号的观众都可以发过来 主播队兄弟问号优势稳动求生烈士逆风翻盘 非常稳 他可放心 大龙啊 对面ADC的下路没TP了 快来 往后一个远程QA一个大鲁翻墙接着段一个平A 近战QA 近战Q会A不出 会导致你A不出来 如果你用远程Q 那你可以直接A出被动流血 被动流血大于这个暴击伤害 是不是兄弟们 正常的Q420暴击的时候加了200 而你的平A大于200 还有被动流血 注意分寸 往后退一步 是一个小细节 那每次流血都快1000了 1000而且平A 加上平A也跟暴击伤害没区别 你就是领先了1000的被动伤害 这个小细节 近战Q主要是原地不动 然后蓄力 所以你的伤害会暴击 那么你蓄力的时候边带跑你就追不上他 A不出来 很人心话 你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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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开讲 该偷塔的偷塔 该手塔的手塔 游走一刀 你毫无意义 他们活不长了 他们活不长了 好闪,还没碰到他,他一定闪,没神,这么想活放他也妈了 天爱一神明送的188个爱令花 手挺快,我都强不到这五分 给一个,兄弟,我来 你在干嘛,不要吓我呀 先打一套,现在没打到,能打到谁打谁 先跑先跑 贝博为什么要这么打 发生什么事 下路应该有人要带线 挖个带线的人,应该是一个狐狸,不出意外的话 3 2 1.5 1.4 1.3 卧槽 啊 你怎么敢的 原谅他的无知,放他一马 是不过山啊,先放你 放你活一条命 后面可不能了 我以为他从这面去,他直接往我野区这里钻 这你敢想 想都不敢想 可能这里可以蹲到AD 刺客就得有耐心 我还在等 哎呀 哎呀,不得了 人呐 我靠 现在最肥的就是上野,但他们 主要是他们的出装有点限制我们 能打动格温的是不是只有乌迪尔,但乌迪尔也会容易被他们免 格温出不甲石,大明星 挂机 我不是在挂机,我在等人哪 怎么 怎么 哇 好恶心的啊,有点菜刀队的样子呢 怎么 五个人出了这个,打野出了个这个 但他其他也是入装,其他四个不甲石 太变态了,那等大龙吧 出装这么稳就算了,他们好像在打比赛 真人版绝地求生 死一次就寂 家人没谁懂啊 我直接进场 你怎么说 我还在 你冲 兄弟 好好 好 好 别扛了呀 别秀了 兄弟有事常联系,我先走了 自修多福 才会为荣誉而显身 有极限 还差100 不要买个表 650加750 1400,我还差100 好难啊这吧 我这么大优势应该稳了呀 还要出蓝盾吗 应该只能出蓝盾吧 他不能也出个大兵星吗 游走于刀剑之上 这个大兵星 这个大面具 我靠 这要真是这样,那就太变态 这个大兵星,这个大腰带 咽恨锁链 不敢想 他们活不长了 就这波抓单兄弟们 不值得一个6吗 抓完单直接大龙拿下 我只能说现在能打字的把6抠在弓屏上 我刚不小心学了 没学3DR 就像这种僵局,我们刺客 你不要着急 机会来了自然 就杀人啊就赢了 我赶紧去单带一下 赶紧赶紧兄弟,我要17级,不然我这少了一级的大招伤害和cd啊 三级R可以变成多少cd,变成42秒 30秒cd呢我靠,这么多 赶紧升级 边打边想,确实持有点 记不住 我嘴豆瓢 我找到机会 再等啊,继续等 玩刺客要有耐心 我们这是一个绕后的一个位置 非常的 马上12点了,大火有虎粮可以送上虎粮 这个人就不要杀了,这个不是我想杀的 太肉了 哇,这么头马 WP快半选 不会是ADC啊 你不去中,你来我下路干嘛兄弟,两条线都是正常的 行行行,你来中我去下,完了 别远远远远跳啊哥 他点炮车没了,还好我开幽梦了 这不开幽梦,我这 炮车不保 诶,放他 诶,放他 拼着ADC 不能让他收割 应该只有他能收割了 别秀了,别秀了兄弟 死一次救济 现在我们也得来了 干嘛呢 这一波有点搞 我先回去了 大招回神 卡最后一秒 兄弟 你过来我跟你有话说 操 我服了 不是你怎么还带消失的呀 我咬了人我想复仇他直接自杀我 不是这么搞的吗 为什么F6那个可以追到塔下了,防卫塔为什么不帮我打他呀 我们王者冬,我们王者冬药他都帮打 你英雄联盟怎么不帮打呀 学学人家 王者冬药是不是要帮他帮打野怪兄弟们 我没记错的话 我没记错的话 这蓝灵王玩哪 还好我心坦 这防卫塔不帮我打野怪 不合理 刀锋鼠滑之处 刀锋鼠滑之处 便是僵屠 蓝盾 太变态了 这还是钻石局 我都跟你们说了 乱杀 只有低分段可以 高分段他死多了他就 他就不想杀 不想C了 他纯混 你见过狐狸出蓝盾出护甲鞋出 腰带的吗 泳装虽然是他的神装 把他该出 但这也是一件肉装 工具人 不就最近杀了你7次吗 不至于啊感觉 太夸张了这个人 喂 哪招 我刀呢 我要给他家里有 上点压力不然他们要打龙了 打也不在了 你们敢打大龙我就直接给你家推了兄弟 现在我活着的意义就在这里 大师一下叫这个 我只能说这把 有我在还行 放心放心 可能有人以为现在这个画面要出了 不要紧 我是这把兜底的人 我再就说 大伙可以卡牌子好吧 左下重粉模式 平时一块钱卡牌子 通过这重粉模式 只需要一毛钱 一毛钱就可以拥有夜刀神的牌子 还可以上龟兵席 而且我们平时初号是一个 有人能送一万个一千个一百个 重粉模式卡牌子用的 一人只能送一个 并且 这个不是什么禁言 也不是奶茶 是吧 这个是打号兄弟们 同样的打号 更方便的 就重点 概率更大的一个抽号 仅需一毛钱兄弟们 人人都是一个 想送多送不了 来个车后 来个车后 他们ADC回家可能会从我这里出来 看到没有 这就是之路 还有谁 这就是刺客的思路 兄弟们 刺客的思路就是听 最后超神下场 我们刚才是不是说了 一次不死 变超神 我靠 36分钟 僵局 兄弟们 我的一个大肉后 直接拿下 大伙没点订阅兄弟们可以点点右上的订阅啊 喜欢主播兄弟们可以关注一下植物金 哇 这都赢了 恭喜恭喜啊 恭喜这位观众 想要通款 福利的兄弟们可以参与 加上练